症状 症的不适感 如疼痛、酸、麻、痒、胀、闷、刺、晕、口苦、灼热、潮热、下坠感等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症的功能紊乱 其不适感更具体 如失眠、烦躁、食不下、发烧、气喘、多汗、流鼻涕、耳鸣、耳瘤、口眼歪斜、咳嗽、呕吐、腹泻、便秘、小便困难、白带、抽筋、板机纸等 或属他处或属本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力虚弱 可显示出生命的脆弱或危险 如行动持缺无力、异常疲惰、瘟痪、肌肉萎缩、暴瘦、声音微弱、面无光泽、肢体冰冷、怕冷、发抖、水肿等 多属本处体伤所致 正的体伤位置分类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其准确位置还必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改善与否才可确认为他处或本处 绝不能单凭感觉或目视 症的体表组织受损 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 如外伤肿胀、破皮、出血、目翅、口疮、钉疮、溃烂、烫伤、化学毒液灼伤、青春痘、牛皮症、肝血、红疹、褥疮等 属本处体伤所致 可见状单凭目视即可分辨 这里细分 你看我们从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 到症的功能混乱或属他处或属本处 有没有 到症的体力虚弱多属本处体伤 所以症有分这三种 但是在我看法临床上 症多属他处体伤 为什么 你看疼痛酸麻痺啊 这个是不是比较常见 对啊 排在第一就是最常见的不适感 最容易找医生的也是这些症状 那你按一按其实就可以解决了 那到了功能混乱 你按还是有效的 但还要着重在怎么样 有可能也有本处体伤 所以还是要温敷了解吧 那到了体力虚弱那就一定是加强温敷了 所以他是让你了解 我们从症跟状就可以判别怎么样 即使还没有按之前 我们就知道这个症应该是要先按还是先温敷了 如果你遇到体力虚弱的来 难道你要先按按看才温敷吗 不对 为什么要这样分类 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概念 哎 原来这个就是一个诊断 从开始来看把它分得清楚 就是在诊断 那到了状根本眼睛一看就看得出来 它有伤口嘛或皮肤病嘛 那这个就一定要内外热源来修复了 那表示你们治疗的准则马上就浮现出来 对不对 那这种分类重不重要 重要啊 它已经诊断就是为了怎么样 让你诊断清晰之后 准备下一步的处理方式 那就治疗了 哦 原来这个分类是有这一层的含义 那下面就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 好 我们再把这一段念一下 这里将症与状分开 即使为了指出状消失后 症未必能解除 反之 症解除后 状也未必会消失 譬如肿痛 常见有肿消而痛仍在 或痛消而肿依旧的现象 即可证明 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好 这一段就是一个结论 很重要的结论 原来症跟状怎么样 它是不同来源的 不同体伤允许 我们说症多属他处 也可能他处开关按 但状必属本处体伤 那症又要按才能知道 那万一有没有可能 症跟状同时在一个地方出现 有刚好比如说我们这里举的 肿痛 比如你走路脚踝扭伤 肿又肿又痛 有没有 那如果现有的医学 告诉我们怎么处理 24小时内一定要怎么样 丙敷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肿跟痛 它是不同的来源 痛是属于怎么样 症的不适感 那肿呢 是属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一个是他处体伤 一个是怎么样 本处体伤 只是在同一处发生的 那也就是脚踝扭伤的肿痛 我们应该正确怎么处理呢 先按臀部 臀部揉一揉 把脚踝的痛解决 但揉完之后 状会不会好 肿脏会不会好 不会好 因为它是属于本处组织受损 这时候它要怎么好 要内外热源 激起我们身体的自抑力修护力 来修护它的 这样才会消 这样说来 它原来是有两个症状 但我们如果没有分 以为肿痛是一个怎么样 症状 或是你以为肿必然会痛 痛必然会肿一样 那这个是误导了 也就有可能变成 肿生出一个痛来 痛生出一个肿来 但我这里最后一句是 肿跟痛是没有因果关系 也就是症不会产生状 状也不会产生症 就导出这个结论 好为了厘清这个 我们来放几个案例 青春痘案例 症状会不会生出另外一个症状来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这里有没有青春痘 又加上痒的 有没有 真的啊 那你痒不痒 你现在痛是吗 太好了 出来 那我们来证实 你现在哪里痛 那为什么它会痛 你去挤对不对 你看轻轻的捏它就会痛 对不对 它认为它刚好有一粒也在痛 那我们来做做看好不好 马上做 如果青春痘会造成症状的话 那么柔完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不会好 因为它痘痘有没有消 不可能立即消的 有没有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痛啦 哦好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好 那来 你慢慢起来看看 你再捏捏看 那个感觉 好发尘 好发尘哦 脖子肿案例 你肿在哪里 这里是吗 好 那你觉得这里肿又痛吗 好 整股下语 我看看 这里是不是很痛 你忍得住吗 还可以吗 我现在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你这里是有问题的 尤其这一点 它这里最痛的点是这一点 你看 我轻轻一碰 有没有 它就开始叫我 你现在再摸摸 你刚刚说的肿这里 还痛不痛 不痛了 好 怀肿案例 有没有看得出来又肿又痛的 有是吗 你哪里肿痛啊 肿到这里 因为 肿到这里 肿到这里来 因为 啊这里也肿啦 这里有看你肿 现在还太痛了 现在是我走路还会一拐一拐就 最痛的是这边跟这边 这两点是吗 这两点最痛 这边还在走 那我们现在来做好不好 痛不痛 还好 还好 那这里呢 这里也比较 那表示这里比较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帮它舒缓一下 好 那你再走一走看看 那个感觉 你跟大家讲一下 原来这边是很紧 然后现在比较松了 比较柔柔 痛也减轻了 痛也减轻了 这个都很常见啦 也就是随便叫都有 还有膝盖肿又痛 揉一揉痛也消失 但像刚刚这几位 肿有没有消 或青春痛有没有消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代表一个什么概念 原来肿跟痛不同来源啦 原来它有两个症状 了解吗 所以我现在在跟你们讲的 都已经是医学没在谈 因为它是一个新概念 解决疾病你必须追到最源头 追到最源头才发现 症跟状常常碰在一处 它是两个症状 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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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